今天我想說的題目是關於之前我推出的影片 我們在香港有兩個運動員去澳洲參加這個建立比賽 我之前推出了一條影片,很開心終於自知 自己出去參加國際性的賽事去增廣健民 帶多些經驗和知識回來給大家 然後在他們比賽後的2-3天左右 我錄這條影片的前一天 香港建立總會就馬上發出一個聲明 就是這兩位運動員因為參加了不是IPF所舉辦的比賽 所以他們將會面臨去禁止他們參加關於所有IPF的比賽 你不可以成為他們的教練,不可以成為他們的referry 不可以成為他們的helper 不可以去做任何例如loader,不可以搬餅,不可以做setup 總之關於IPF的所有事情 他們是完全一概不可以參與 而這個禁賽期是12個月 即是一年 其實我已經說了 IPF本身有一個規定 就是 你只要參加了不是他們的比賽 你立即會面臨這個禁賽 甚至乎 有這樣的機會 你之後是不能再代表香港的 因為IPF暫時是香港唯一承認的總會 就是去參加外國的比賽 你就可以拿著一個香港的章 說自己是香港隊 然後就代表香港出去參加比賽 那樣 就... 就... 對 大家再三思一下 入不進去 那麼 他們的聲明也說明 因為之後 他們兩個也會參與一場自己私人舉辦的 一個建立的比賽 而他裡面也說明 只要任何人去參加他們這個比賽 他們也會像剛才那樣 你不可以再參加IPF的比賽 不可以成為他們的工作人員 不可以成為他們的教練 不可以做一個helper 面臨禁賽期是六個月 如果你參加了他們私人舉辦的比賽 即是在他們這裡寫明 他們說明那間公司 我就會把這幅圖放在他們的Facebook那條link 大家可以自己按進去看看 是這個5月6日2018年 只要任何人參加這個比賽 你將會面臨六個月的禁賽期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有人在裡面 或者他們透過某些渠道 就知道哪些人會參加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來了 因為 每一年他們會有一個選拔的資格 如果你要代表香港去選拔 你有兩個途徑 第一 你參加他們舉辦的比賽 你得到一個排名 得到一個成績 然後你就可以拿著這個成績 去跟總會說 我想代表香港參加什麼比賽 他們就會看你的成績而定奪 第二 就是參加他們的資格賽 資格賽不是在建立比賽 因為建立比賽是在醫館裡搞的 但是 在這個 資格賽是在灣仔自己的運動場搞的 所以你要參加灣仔運動場的資格賽 你才可以代表香港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也是我為何要創另一個會 就是拿另一個會回來的問題 因為 當人數 可能真的很多很多人參加 但是 究竟 有哪些人報了名 哪些人沒有報名 怎樣去篩選 那些人是誰可以參加 誰不參加 其實沒有人知道內部的運作 In case 陰謀論 一點點 如果 你參加了一些不是IPF的比賽 那 禁賽期完了 你再去報名參加 那是否真的有機會 有這個機會 你是不會被人選中 當然這個是比較陰謀論一點點 不過 你不排除有這樣的 因為裡面 他不會公開怎樣輪選 他 同樣說 他雖然說先到先得 我告訴你 在上一次比賽 即今次 今年的比賽 我是想推薦我們的會員去參加 於是 似乎他開始報名的那天 是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由警察不派訊 當然 但星期一的早上九點 我們就已經把報名表 連同支票 馬上寄去 在香港奧運大樓那邊的辦事處 然後 過幾天之後 他就打電話來 不好意思 那個位置滿了 因為我們要留一些位置給港隊的成員 但是 因為 你們報名報得太遲了 所以我們不能去 有個位置給你參加比賽 我心想 那天早上九點鐘 已經是 郵差派訊到一天 你寄到過去 差不多了 是不是 已經是 我盡可能去最早 難道我星期六寄過去 但星期六下午 郵差也休息 那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 公信力會有少少差 所以 如果我們IPL做的 就是 如果多人參加 即是超過的限制 我們會 進行Facebook Live 進行抽籤 就不會是自己內部 其實現在很多事情都要公開透明 但 他們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不太好 但是 回到正題 就是 這兩個人被BAN了之後 他就 面臨禁賽期 但之後 他們會不會再被人入選 我覺得首先 他們未必會再參加 成為這個港隊 雖然他們之前的行為 很想代表香港 或者很想入港隊 但是 我覺得 未必會被他們 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 雖然 我覺得IPF這個做法 是有少少比較白露 但是 其實 他們一開始已經有寫到 列明 說 你參加了其他的比賽 或者你進行一些 沒有他們去承認的比賽 你是有機會面臨禁賽 所以 其實他們被人禁賽 是不出奇的 亦都是 我覺得是成立的 即是 在規條上 我覺得是成立的 是正確的 但是 在人情上 你就會去 剝奪了一些 真的很喜歡健力 很喜歡powerlifting 這個運動 真的很想代表自己的地方 去參加比賽的 所以 我覺得 兩邊看 規矩是規矩 但是 建立 始終是一個 運動 我覺得 所有人都可以參加 你不可以說 你參加了那個 我不讓你參加這個 道理上是對的 但是人情上 差一點 所以 如果 我在這裡呼籲 如果你真的很想 去代表 港隊 你算是 成績如何 你真的很想參加 他們的比賽 進行這個選擇 我就勸你 不要參加其他的比賽 但是 如果 你真的很想增廣見文 是否一定要經過他們 其實不是 你可以自知去 或者 例如我們 我們遲些都會 搞一個 旅程 去其他不同的地方 去訓練 甚至乎去其他國家 去比賽的時候 我覺得 絕對有這樣的機會 如果你想知道的詳情 你就可以 進去我們的WhatsApp Group 但是 如果 不是我死都想 拿著 香港這個名銜 拿著 港隊衣服 走出去威威 這樣 就 釋除尊便 大家 自己喜歡 沒錯 這就是我今天想說的題目 記得 Like這條影片 Subscribe 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